哈囉大家好我是皮尔夫人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吧我們今天再來我們的又一款殭屍性存者 沒錯我今天稍微偷玩了一下 我們把幽靈給他解鎖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來感受一下 幽靈的進階到底有多扯 有很多的觀眾一直在說 等你開箱幽靈就知道開箱幽靈就知道 那我們就來給他感受一下吧 然後在那之前我們來看一下升級的部分 沒錯我這邊也給他開到30等了 但是要給他升滿感覺要花一點時間 畢竟你看他下面的花費實在是有一點多 你看我到第20等還是25等的花費 1點就要4點才能升1等 那如果是基礎的話要3點 然後上面的話也是要更多 而且還有5個點數要升 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能力有什麼好了 好啦我們從第二個開始看 從減少敵人傷害嘛 然後1級是5 所以弄完的話是可以升到25的 然後減少CD1級是2.5% 所以升滿的話是12.5% 其實還蠻香的 我覺得這東西要全部點滿 這個遊戲才算是開始 然後再來是熟能生巧技能可以造成更多傷害 所以點滿加50% 這也加太多了吧 然後磁鐵範圍加50% 我們的子彈射數這個我剩比較多 因為我想說攻擊快一點點 我們提高20%了 然後下面的話就都還沒有選了 因為畢竟我想先把上面的點好點滿代收 下面的話是剛上去而已還沒有去點 好這個叫做不需要 允許跳過某個升級點數 應該是我直接跳掉吧對不對 然後可以獲得一些錢跟經驗值 主要應該是錢 然後增加幸運值 其實我不知道幸運值在這個遊戲能幹嘛 Protato的話是可以增加你拿到好武器的機率 可是這個遊戲有好武器嗎 這樣也沒有 然後另一個回合感覺是我可以重新選對不對 就是重新選擇次數可以更多 可是目前這樣還沒有那個必要 然後可以從未來的升級中取消升級設定 應該是說我可以選擇封鎖這個東西我不要出現 可是這個遊戲需要嗎 因為這個遊戲它沒有東西的限制嘛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全部都選起來應該是不會影響的才對啊 然後最後的話 欸沒有這邊是無法觸碰簡單的說它就是一個迴避 那迴避的話是2.5% 升滿的話可以達到7.5% 好這個的話我覺得超級超級香的 我的生命值會慢慢的恢復 要知道我在裡面都會選醫療包 醫療包的話每秒鐘會恢復2滴 而這裡的話就是2 可是不知道它是每秒2滴 如果它是每秒2滴的話 這個東西也太神了吧 我疊滿的話每秒10滴 然後再來是鷹眼增加暴擊機率 這個暴擊機率我覺得在遊戲裡面也蠻重要的 初期是給你5然後升級加2 所以升滿的話給你加10總共會來到15 然後暴頭提高暴擊傷害 可是升級才加10而已 這個應該是最後升吧 然後再來是快手可以更快速填強武器 這個我應該也蠻想要的 就是可以增加我們縮短我們的攻擊間隔 然後最後的話是豪癢被擊中後獲得短暫的無敵 所以升滿的話是可以0.5秒 所以其實這個遊戲升滿才開始嘛 應該是沒有在下面的啦 總共就到這裡 所以如果全部給它升級到滿 我覺得要花很多很多時間 好啦這種東西我們就之後再說 我們就來看一下幽靈這個角色 在這個地方有多香吧 然後我們有成就要解答 所以我們一樣玩個兩場 我們先拿起那個武器其中一把 然後再玩另外一個武器的 玩那個叫什麼 無盡的樣子 好啦一樣那我們就直接走吧 孤城的默認地圖 那我們就上吧 只不過他還沒有更新他後面的地圖 有點可惜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幽靈到底有多扯 大家都說很香嘛對不對 那現在呢 好有了一刀 不就是居合斬嗎 可是這個居合斬的傷害是不是很高 而且他攻速有一點快 他基礎能力我記得是可以迴避 可是他的迴避有了 所以我們本身就有5%的迴避喔 因為我覺得他的迴避很像是2.5% 我剛才忘記看下去了 然後我們那個醫療兵那個東西 到現在都還沒有解鎖 那個真的好難解喔 然後我們這裡有手裡劍跟鞋翼暴擊 每30秒獲得一次50%的暴率 喔 然後持續5秒鐘 喔 然後手裡劍的話 每4秒投出3個穿刺的手裡劍 造成80的傷害 那我們先選我們的手裡劍好了 多一個武器會好一點 我還是先把這個武器升滿我們再說 先把這個角色升滿我們再拿其他的角色 應該是這樣講才對 這個遊戲的特色應該是 他不能夠獨立選武器 但是他的武器都是放在你的角色身上的 然後手裡劍可以再傷害加20 然後次數加1看一下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剛剛是已經有了 射出去然後他是直接穿透的 對啦 我就是想要這種東西 有穿透的話不錯 對耶 我這把武器 等一下 我們再把手裡劍升滿好了 這感覺就跟無人機有點像 我們現在一刀是100多 可是你看我們手裡劍雖然只有80幾 但是他可以無限穿 那應該是先選手裡劍沒錯 呵呵呵 就跟無人機是一樣的 而且他速度其實也蠻快的 而且現在還可以再加 每升一級加1 從原本3的話 我可以升級武士 最後會一口氣射出8個手裡劍 很像有點懂為什麼他那麼強 80 124 我這個傷害 不行 我覺得還是要靠手裡劍 沒有手裡劍那傷害有點慘 好啦 沒有總共是7個 一開始是3個啦 所以加4 所以會有7個 呵呵呵呵 有一點爽 這一刀下去不知道省了多少錢 省了多少下攻擊 不然的話我現在一次打一個 而且他一次很像也只能打一個人而已 他沒有辦法一次打一坨人 對沒有辦法 以目前的狀況而言 來走吧 順便等下升級應該就可以了 好武士刀給他上去 我們的傷害給他增加 射出也給他增加 那我們來解救一下吧 但是我們不需要去解救 我們要的是 我們不需要那些人 我要的是我自己升級 我們要協議暴擊嗎 等一下再說好了 現在暴擊需要嗎 我覺得也蠻需要 但是我們先升級我們的武器 看現在傷害很像 也不需要暴擊 就可以完全扛得住了 然後我們的醫療包還是要多拿 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接受 而且我原來滿血的時候不能吃 而且我現在還知道說 這個東西是無敵 雖然說我會受傷 但是那個血量完全不會扣 完全不會扣 完全不會扣 所以無敵的話還蠻扯的 那我現在扣血了 應該就可以吃醫療包了 所以滿血不能吃醫療包 蠻奇怪的一個設定 其實吃也沒關係 可是對啦 滿血不吃這樣比較好 讓每一個醫療包都有11 好然後有了 我們的升級叫武士刀飛劍 強化你的武士刀技能 可以在前方範圍揮砍敵人 應該就是變成 啊對啦 從原本打一隻 現在變成一口即可 一打一坨 然後我們選到這個叫做 瘋狂殺戮 可以讓我的攻速變快 但感覺還沒有到很強 應該是X5 應該要X5才會強 那我們再繼續給他升上去吧 要升單一角色的話 其實還蠻快的 那個手禮劍真的有點香 太陽能板技能冷卻 武器填 武器填裝 這個角色有武器填裝嗎 他不是 感覺他也是沒有在填裝武器的 跟那個獵人是一樣的 還是說其實有 只是我看不太出來而已 只是他很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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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每一次只填裝一個彈藥 一個彈藥就是灰一刀 應該是這樣的 不然的話看不出來 然後武士刀飛劍 剛剛忘記看武士刀飛劍 他升級的能力什麼了 偵測到SOS訊號 來吧我們去救人吧 準備要進化了 我們就來給他看看 他這個武器有多神吧 然後上面有一個寶箱 來等一下我們先升級 寶箱等一下再說 而且寶箱很像是到後面最重要的東西 因為你升級已經很難再增加東西了 解救 那我們要什麼呢 那就武士刀飛劍吧 他可以增加你的射速 攻擊規模是範圍 才加0.1 可是0.1是多少也不勝手 好吧沒關係 讓他繼續砍下去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多 這個0.1 而且他的升級裡面 沒有增加你的攻擊範圍 所以攻擊範圍在這個遊戲裡面 是很稀有的一個數字 基本上是就拿不到 除非武器原本給你才可以 好這個吃掉 有什麼呢 武器裝填時間土豆 土豆 幹嘛 我選土豆幹嘛 沒有能力啊 還是其實有 只是他沒有顯示而已 我這邊什麼都沒有看到 完了 我要浪費一個東西 有了 那我們要選什麼呢 我們先來選最基本的千刀斬 主要是左邊那個 那為什麼要選這個呢 因為其實我已經先玩過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武器有多神吧 直接就是把我們的範圍打得更誇張 這個角色太扯了 所以基本上我就可以掛機了吧 除了打王以外的話 他是完全無敵的 如果再配上坦克的話 有無人機再加上這個武器 會不會太誇張了一些些 我現在完全沒有受傷耶 對啊 難怪有人說忍者很強 而且我的 這個揮舞速度跟武器填充都還沒滿 如果有機會給他滿起來的話 是不是會非常非常的瘋狂 我沒有想過這個遊戲也可以掛機 那等一下應該就不行啦 我記得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等一下就會有王了 好啦我們這邊稍微的掛機 一下下掛到王過來摸到我為止 來等等見 好吧本來想說他掛機掛到王摸到我啦 結果馬上就升級了 因為怪物直接死在我旁邊 經驗直接掛 好吧算了 我們還是不掛機 然後我們的規模跟頻率 什麼意思 攻擊規模是我的範圍會再更大 然後我的射速 我的攻速會再更快 這會不會太強 然後我的暴擊 生滿了就這樣 好那我們去解救人了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坦克拿出來 這角色太強了啦 太誇張了吧 然後我們剛剛選的那個30秒暴擊 30秒暴擊5秒鐘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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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難怪有人說忍者很強 那我們要幹嘛呢 如果暴擊提升的話 那我們再 我想要拿坦克啊 欸可是我可以用重選 可是最終我還是忍不住選擇這個 好啦算了沒關係沒關係 這個角色 哇這個範圍太距了吧 這個 485 490滴 又打範圍 欸那醫療兵呢 可是醫療兵很像沒有觀眾有說欸 醫療兵到現在沒有觀眾有說 我們到時候再來看看 還是你有醫療兵的心得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們再來給他感受一下 武器射速武器裝填時間 那我要射速還是裝填時間 好啦那就武器射速 然後又再給我一顆土豆 我覺得土豆我可能要截圖一下 才能知道說他是給什麼 不然就是我要先換回英文 英文的話應該就不會有這個 顯示不出來的bug 好吧我是不是不能先升級了 我要等下一個人出來再說 對等下一個人出來再說 哇那如果我可以重選 那個升級也全部升滿的話 我重選可以重選5次 然後我又選到瘋狂殺戮 瘋狂殺戮的話 這會不會太強了一點點 這個武器太扯了啦 我根本就不需要其他角色啊 光一個角色就夠啊 然後這邊有一個補血了 可是現在還沒有SOS訊號 我還是不想讓我的升級浪費 可是其實也不會浪費 升級就變成錢嘛 錢的話就可以變右上角那個人 可是我現在2600多塊才能升一點 才能拿到一點 然後我升一級要4點 其實這遊戲升級還是蠻可惜的 有王了 好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這邊就不要撿到 然後我們吃到一個無敵 無敵就跟他對幹 跟他直接對尻 哇其實他也有防禦欸 對啊他的防...喔有了有了 有訊號有訊號 那我們這邊稍微繞一下 因為那個血液很像只是會增加一秒鐘而已 這太扯了啦這個技能 之前的女獵人很像已經沒有那麼香了 現在反而換成忍者更香 而且我忍者...我...不是忍者 他叫幽靈吧對不對 還沒有進化到三階段欸 進化到三階段不是更成嗎 有了我們的坦克也給他上來了 我們的血量也給他上去了 那我等一下再把無人技給他拿出來 然後我再選一個那個...機槍 應該就可以... 先把暴擊拉馬好了 然後最後的話如果還有機會我們再把那個...女獵人選起來 好然後...無人技 先把無人技拉扣 這個遊戲...這個角色一出就馬上可以掛機欸 有這麼扯淡嗎 然後有個寶箱我們去剪一下 女獵人的話可以增加我們的暴率 而且他本身也有鷹眼 讓我們的暴...暴率啦 讓我們的暴率再更高一些些 基礎暴率 雖然說我本身就有暴率了 攻擊跟移動速度 武器傷害 哇其實武器傷害很像蠻搭的耶 但是我又想要武器射速 好啦攻擊傷害好了 我現在傷害加10% 我的暴率...你看我現在400多加10% 就是加40幾滴耶 差超多耶 可是我的攻擊力是多少 130% 所以其實也被稀釋掉一些啦 不過沒關係 還是很香還是很香 因為本身的技能就給他上去了吧 對不對 限彈槍不用啦 我們先把我們的協議暴擊給他拉高 這樣的話我們的持續時間會更久 太強了吧 直接掛著 只要沒有王的話就沒事 算說有王的話有點危險 好瘋狂殺戮再更高一點點 其實我這個時候 我應該是掛在角落 但是很像不需要 然後左下角有兩個東西 我們還是去撿一下 白色的還是吃一下 好啦你看剛剛那個星星就這樣沒了 他剛剛有在閃嗎 我記得他結束之前不是會一直閃嗎 還是說這其實也是一個bug 也是一個bug 好現在是有一個寶箱 一樣寶箱還是很重要 醫療包嗎 這需要醫療包嗎 然後我們可以再多一個迴避 我們這樣迴避的話就是17.5%欸 而且我可以選三個嘛 我記得沒錯的話 所以變成37.5%欸 哇喔 迴避的話也是另類的一種血量對不對 好我們這邊又升級 無人機再給他多一點點 無人機現在只有一個而已 還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我們先來砍這隻王 王就這樣活生生的被砍死了 這角色做壞了吧 呃女獵人還是先解救啊 我們先把我們的無人機給他弄好弄滿 而且解救還可以拿錢 不解救嗎 拿錢就是另類的升級 而且一個800塊還蠻多的 而且我的錢現在還沒有 欸我的錢已經升滿了 加50% 我覺得錢跟經驗值還是要先趕快上去 經驗值的話 讓我們角色更快 錢的話呢就是整體成長更快 那個是一定要的 對吧 好無敵 猩猩 這根本無敵了吧 只是我覺得我升級好 怪物能不能再多一點 有點太過分了 497 無人機再高一些 剛剛是1萬 喔沒有啦 嚇死我 我想說砍到11萬滴 怎麼可能 怎麼說這個遊戲 剛開始就可以打到這個數字 這不都幾十滴幾十滴 幾百滴已經很扯了 能夠砍到1000滴 我覺得都可以單獨 獨立出一隻片了 你知道嗎 好現在是25等 我才殺2000多隻殭屍 要知道 他現在很麻煩 以前的話 你選到其他角色 你打怪也會一起累積 現在你一定要當隊長的角色才可以 我覺得這點要修正 不然的話這個是玩 真的是無腦在那邊刷 對吧 真心生在那邊刷 光這個東西我要刷成就 就不知道要刷了多久 可是也是因為現在東西變多的關係 東西變多 就是那個外面前的部分變多 可是我覺得有點太多 我覺得他升級速度反而變慢 相對而言 好啦我們下去拿東西吧 4點 已經我生意等已經快要3000塊了耶 對啊 限彈槍 這感覺要拉滿 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 才可以把它刷好刷滿 8分鐘 我以為坦克已經很扯 結果忍者才跟鬼一樣 可是他另外一個技能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玩無盡模式 然後玩另外一個技能 看一下那個狀況是什麼樣 然後我們打王 但是沒關係 反手技能傷害 運氣 生命竊取 生命竊取率是0% 如果我現在是3%的話 反正就額外的補血能力 我打那麼多隻怪物加個3%應該也不為過 只不過現在看不到那3%能幹嘛 而且是補多少 他說補1% 所以代表說如果補到100% 就是我打多少補多少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這隻角色是完全毀掉 壞掉了 好我們的限彈槍拿起來 到時候我們近距離帶一個格林機槍 我們的遠距離有忍者的技能 然後還有無人機 然後近距離的話呢 有機槍 反正近距離靠近我們應該不多 所以用的機槍應該就夠了 然後有一隻王 我現在來一隻王死一隻王耶 有這麼扯喔 之前打這個有多痛苦 現在打這個就有多舒服 死掉了 就這樣好 雙管限彈槍 再兇殘一點點 再兇殘一點點 我剛好看到 喔加3滴耶 有耶 所以他1%真的是傷害 所以如果生命竊取值可以提高的話 然後生命吸血機率又高的話 那這個角色也是會變成另類的不死 然後上面有SOS 我們先去救一下 救一下順便賺錢 然後王就死掉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隻在衝 不要理他 好我們繼續解救一下 我們的坦克都還沒升滿 雙管限彈槍 我記得我們的坦克還可以升滿 還可以再往上升 我們坦克還沒有到3階 然後王死掉了 掉3個紅寶的 雙管限彈槍 準備要格林機槍出來了 機槍拿出來我覺得 對於打那種近戰怪會更爽 不然的話我覺得限彈槍 跟我現在忍者的武器 有一點太相近了 雙管限彈槍 再一個 最後一個 然後我們下面有東西要撿 我們還是去撿一下 漢堡 漢堡 好漢堡 武器射速 武器射速其實就是我的攻速 對啊 阿格以宇 揮多快 我現在沒有那個暴擊率50%的 我的暴率只有5%而已 對啊 我覺得有暴率很像也蠻重要的 你看有暴率上去之後 突然旁邊的怪物就會完全消失 可是沒有暴率的話呢 很像會有一點點不妙 也不是那麼不妙啦 就怪物會淹上來 火箭發射的輪轉機槍呢 當然是輪轉機槍啦 太舒服了吧 好啦 撿個東西 然後我們的傷害再給它更高 有沒有機會加個暴率呢 滿手技能傷害 哇 好啦 重新選擇 我想把重新選擇放在這裡 暴擊機率啦 生命回復 我覺得 按照這個情況應該是不需要的 應該是不需要 應該是不需要 我等一下升級的話 想先升一點生命回復 對 想先升一點生命回復 7級 但是我的經驗值升級好像還沒升滿 如果等一下能升級經驗值的話 我優先先選經驗值 然後再來再選生命回復 對 如果都選完的話 就再說 我們現在來7等 生命回復我覺得一次要4吧 然後經驗值的話 我拉到滿了 我就一次要10點 我們要2900塊才能1塊錢 有夠貴 真的是有夠貴 輪轉機槍 好啦 輪轉機槍拉滿了 我們最後一個角色要誰呢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女獵人拿出來吧 女獵人然後把陰眼牙加上去 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暴率就可以維持在至少很高的地方 如果能夠常駐50%的話就更香 然後我們的那個 忍者的技能上就來到100% 雖然會有點虧 但是我覺得常駐50%這個東西會不會太香 因為其他能力我覺得應該已經不需要了 真的 完全不需要了 完全不需要了 這還需要什麼其他能力嗎 這還需要嗎 哈哈哈 我剛剛看到C5滴血耶 到底誰才是殭屍你跟我說 12分鐘 再8分鐘 稍微加速一下 現在移動速度 移動速度我們已經點滿了 所以我就不會再選移動速度 那時候是第一天玩 然後我們什麼都沒有加成的情況下 我知道如果移動速度不夠快的話 會被王給追到 會很危險 那現在我們移動速度我有稍微點一下 我大概點到4點吧 還沒有點到滿 但是我覺得已經夠了 生命竊取機率加 再加一點點 我現在沒有回血 我們就用生命竊取 現在剛3% 現在6% 我覺得跳那個加3的東西越來越多了 然後如果我的攻擊力高 我的爆率高 我的生命竊取就變高 生命竊取的血量就變多 也是另一類的增加我的回血量 講生命竊取我都會覺得是隔壁遊戲 雷區 好啦加地雷加地雷 我忘記解救了 我們最後看看有沒有那個女獵人 有女獵人的話再來 沒有的話我們就直接 沒有的話我們就直接 解放 有啦獵人 OK 好啦我們的爆率要給他上去了 現在爆爆率是22% 22%的爆率 而且我現在發現這邊有個 有一個在邊緣有個小點 可是我現在畫面好像看不太到 會讓你知道說那邊很像有一個重要的東西 像這個愛心 如果我現在移動到上面的話 好吧好像看不太到 就真的是很邊緣很邊緣 不過現在我不小心卡到一點點 好至少我們的血量還是非常非常的兇悍 現在13分鐘 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跟之前的角色玩起來真的差太多了 這根本 有坦克 坦克已經夠強了 又出一個忍者 而且還沒三階 好好奇他三階到底會有多扯 只是三階要打2萬隻殭屍 現在一回合大概是5000隻 所以其實要玩的話 我們要打到 一個角色要打5次吧 然後雷區有攻有劍羽 我們選攻好了 攻的話我們等一下再看看 寒冷 緩速劍嗎 冰凍劍 能幹嘛 順便看一下 好可惜 現在變成順便看了 你知道嗎 14分 小 小危險 說危險其實也還好 硬要講我站著就可以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站著能夠多扯吧 只要沒有王 可是上面有SOS訊號 我們先不要理他 其實硬要講他整個揮刀整個晚上 我不相信都不累啊 真的 拿槍還比較舒服一點點 這個幽靈有點太扯爛了 真的有點太扯 真的有點太扯 好 沒有耶 鷹眼呢 這個時候就是要把那個東西弄掉了 假設我今天沒有要地雷的話 我可以早點選到 這個時候 如果都在無盡的話就全部選到 好啦我們的鷹眼給他上去 可以讓我們的忍者傷害更高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不斷的在強化我的忍者 讓我的忍者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這樣子最香 其他的不管 忍者一出坦克就沒有意義了 不是忍者啊 為什麼一講忍者 移動速度 武器裝填時間再短一點點 他其實好像已經沒有在停 我現在沒有用殺戮 那個速度好像已經很快了 我們現在的武器射速是13.5 武器裝填時間85 才減少15%而已 其實也沒有到很多 可是我們可以看那個輪轉機槍的聲音 這應該是最扯 然後現在是暴率50% 所以我們暴率現在是來到76% 這個時候我們就是人擋殺人 佛擋殺佛 好減黃色的 現在對我來說黃色的最重要 升級可能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 暴擊率加10可重選 那當然是暴擊率再高一點點 我們現在暴擊率是36%了 只要到50%就等於是基礎 常駐那個忍者的50%暴 這有點扯 有點扯 有點扯 然後現在上去的話 給他上去暴擊率是86% 怎麼倒你跟我說 這要怎麼死 然後這醫療包 顯示現在滿血又吃不了 有點虧 我們等一下還是受傷一點點 鷹眼再給他高一些 現在是45 40.5% 稍微扣血一下 然後補一下 對對對我們要吃那個東西才可以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是 基本上我覺得已經常駐了 然後現在光吸收這麼多的經驗值 完全不會升級 41等 這個等級已經需求有點高了 好鷹眼再給他高一點點 95% 現在是94.5% 傷害已經百分之百兩倍了 所以這個時候加暴傷應該是可以加的 因為我的攻擊力很像已經是130% 加暴傷應該會比較像一點點 至少是活生生的10% 只是200%加10% 所以硬要講的話其實只有加5%而已 換句話說 因為他被吸死掉 這樣算嗎 就整體傷害 整體傷害 好王就這樣死了 那我們要選什麼呢 好吧 攻攻攻攻 我們的那個冷冰凍箭還沒有選完 所以在一般情況下 兩三個角色要在這裡選滿應該是不可能的 對應該是不可能 而且我們還有一個技能還沒選 如果到時候三個角色都是三階的話 還有得選呢 我們的坦克也還沒有到三階 三階的話我們可以再來一下 好啦一樣開個寶箱 射速金錢倍率射速移動速度 欸 我是不是應該可以選金錢倍率 對吧 反正我現在已經沒有必要了 感覺這穩贏了嘛 五千八百多隻 所以每一個角色至少要打兩萬五千隻怪物 然後兩萬五千隻怪物 假設我一場是五千隻好了 所以每一個角色至少要玩五場 一場是二十分鐘 所以每一隻角色大概玩一百分鐘 所以五個 五百分鐘 那五百分鐘的話大約是 等一下 差不多加上Lilycoco至少十個小時 只要十個小時就可以把角色都乾完 只是那個東西拿不拿得完我覺得有一點難說 對有一點難說 現在箭雨對我來說真的沒有用 我還需要箭雨嗎 我還想趕快把冰凍箭點出來 我就不點箭雨了 箭雨點五 等冰凍箭拿出來再說 因為我時間也不多 現在一局才二十分 主編他有三十分 剪一下 好 亡死了 鷹眼再高一點點 48%了啦 48%48% 這感覺無盡可以活下去欸 只要他另外一個武器不太爛的話 對嗎 這個感覺就是這個遊戲必備的武器啊 這不用想啦 這個真的差太多了 又範圍攻擊又那個 這根本就像是什麼 開局選立場 開局選立場 然後那個立場是傷害爆 爆幹 爆幹高 然後範圍也爆幹大 速度也爆幹快 對啊 這怎麼能不選他 完全沒有優 完全沒有缺點的能力欸 18分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我已經完全忘記 我的弓箭也有在攻擊了 你知道嗎 然後現在有很多王 可是王應該也還好 暴擊機率經驗值倍率 好啦 暴擊機率這加5% 現在已經超越了 已經是100%暴率 剛好是那個 我們的忍者觸發 所以其實暴率還要點嘛 感覺要點下去有點浪費 多重發射 好啦有沒有機會 讓我再看一下冰凍劍是什麼 不然的話 我們就只能之後再看了 冰凍劍應該是有被奈了 我覺得 不然之前那個冰凍劍真的太強 對啊 直接把怪物全部給你冰住 好 兩隻王 沒事 現在打王有夠輕鬆 我現在那個王的血 讓活生在你面前跳欸 真的 在那邊跳欸 有感下降 鷹眼 好啦 多重發射 反正鷹眼應該已經沒必要了 我覺得 再快一點 再快一點 發現SOS訊號 好我們去救他 順便賺錢 這邊有錢 所以比較重要 我被怪物黏過去 但是 沒事 其實我才玩一陣子而已 我只是小刷一下而已 我只是以解那個角色的東西為主 升級那些還沒 因為畢竟錢 就這麼難賺 對 除非還是有什麼賺 快速賺錢的方式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麻煩了 我們有爆炸劍 好啦重甩一下 有了冰凍劍 看一下冰凍劍到底是怎樣的冰凍 有冰柱怪物 看一下 喔馬上就解除 哈哈哈哈哈哈 啊王冰得住啊 欸王冰得住 可是他真的會馬上解除 對嘛 這才是冰凍劍該有的嘛 之前那個太噁心了啦 無限冰凍 好吧那就把這個暴率給他點滿 可惜暴率點滿他不會拿去其他能力 有一點可惜 可是反正現在沒有的情況下 我們暴率是來到53啦 是因為剛剛有技能的加持才要那麼多 好啦最後的10秒鐘 9 8 5 4 3 2 1 結束 欸還沒 磁力範圍護甲 哇什麼都沒有了 磁力範圍 1 0 好結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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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喔結束了結束了結束了 不要嚇我 然後 不要嚇我不要嚇我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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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關了通關了通關了 這應該就解鎖了什麼東西吧 那最後再吸一次 然後我們總共是升級到14點 以幽靈為隊長在夜晚間存活 有了有了有了 我們來看一下傷害吧 哇靠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一百多萬 那坦克的話 五十幾萬 其實之前就這樣子而已嘛 可是他們的DPS差不多欸 輪轉機槍 喔 所以其實是一樣的欸 一樣的一樣的 兩個DPS差不多 然後他的五四刀飛劍 然後 這個反而沒有那麼香欸 246欸 那獵人的話 算了 可是他多重發射很像也很扯 但是冰凍劍就有點誇張 有點誇張爛 多重發射有這麼香喔 還是到後面是一直暴擊的關係才這麼扯 然後時間很短 然後前面的話呢 是有吸到一些沒有暴擊的情況 所以才這樣子 也是有可能啊 對也是有可能 好了我們就給他下去吧 那我們就解到一個暴擊傷害跟武器 喔這個還不錯 好啦升級一下我們的隊伍吧 那這一波下去的話 我今天只升滿了 錢也升滿了 那我們升加一下 我們的生命值慢慢恢復 喔不能點喔 這該不會有順序吧 我先看一下喔 對嘛這個都不能點 如果假設我點這個呢 暴擊機率增加 這應該不會浪費掉吧 我這邊有什麼要必要的嗎 這個11點 好有點想要 但是我現在想要的是這個 所以3加4 7 好我們這邊 允許 我選下去是8嘛 那我這邊跳一個 這邊就不能選 這兩個就不能選 所以我選這個 短暫無敵 增加暴擊 短暫無敵 喔 所以要先選這個再選這個 喔對啦 OK 生命值慢慢恢復 然後我們這邊選的是 允許跳過 那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吧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現在無敵0.1秒 這真的有用嗎 好啦 這個時候就等一下再升級吧 好 我們就走吧 再來看一下另外一把武器 這把武器這麼扯了 下一把武器呢 來一樣我們這次選無盡 看一下能夠活到哪裡去 然後一樣 我會先把這個角色升到滿 然後我們再去選其他角色 我還是不懂 無盡他的難度是怎麼樣 就是他會一直不斷的加強 我也沒有真的到無盡過 可是感覺這個角色 用剛剛那一套的話 應該是可以到很遠 只不過我覺得下面的東西 還是要升好升滿 沒有升好升滿的話 其實無盡也還不是真無盡 然後這樣一次只能打一隻怪物 其實也蠻快的 老實說 而且還有一個撿彈藥的東西 撿填 撿填彈藥的那個 好啦我們先把武士 欸不是我不是要先選手裡劍嗎 可惡 欸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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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武器是一樣那麼扯的話 就不用手裡劍了 就不用手裡劍了 手裡劍只是拖累我的速度而已 我們就盡快的把武士刀給他灌上去 反正現在升級的話 絕對會有武士刀 那我們不如一開始就給他灌上去 對對對 只是一次砍一隻有一點小危險 雖然說現在很痛 一百多 好武士刀 趕快趕快 我想要武士刀變飛劍的武士刀 好這樣子就傷很多了 現在移動速度變快 165 150 600塊 好再撐了 武士刀飛劍 直接打範圍 舒服多了 可是我錯覺嗎 他的攻速是不是變慢 很像是喔 然後我們可以解救人物 我們讓我們的升級 角色再更強一點 武士刀飛劍 然後他的規模會變大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要用零點幾 零點幾看起來就好討厭 感覺超默默的 這個角色就只是蹲在這裡 感覺就完全不需要去救他 你知道嗎 不用救他他也是無敵 救他他反而還會死 下面的東西要剪 我們還是剪一下 哇其實這個傷害好痛喔 兩百多滴耶 有點扯耶 對啊 飛劍 好 武器射速射速跟移動速度 好啦我現在只有一隻角色 我還是加一點跑速好了 而且這個角色跑速如果單純玩的話 這樣有一點重要 然後是千刀斬 這是剛剛看過嘛對不對 那我們先不看 我們先用暴擊 這個遊戲不像隔壁那個沒有當武器還可以不斷的在進化 可是遊戲進化的強度有點太強 如果他按照隔壁那樣子進化的話 沒有隔壁也是額外的進化 有了 風斬 強化你的武士刀技能可以在遠距離攻擊發動致命的斬擊 哎呀 雖然說這個風斬有點帥 但是 就這樣 這也差太多了吧 這個 這兩個平衡也差太多了吧 完全不是同一個世界的東西你知道嗎 剛剛那個那麼扯 現在這個長成這樣子 我現在還在那邊閃怪 我現在在那邊閃怪 風斬 我的射速可以再更快 他有辦法再更遠一點嗎 好我剛剛被電話了一下 然後我剛剛在暫停畫面的時候看到啦 有啦 原來這裡會 應該是敵人的強化對不對 然後我選無盡 他的經驗值也就只有多一點點 104% 可是他的傷害也只多一點點啦 所以這個 有差嗎 還是我現在的難度還沒有到很高 所以才這樣子 好啦我們等一下慢慢看下去 好我們這邊再繼續解救一下 我這邊能選什麼 我就只能選風斬欸 天啊我突然覺得這個風斬有點爛欸 頭半 這會不會爛過頭了 雖然說傷害很高啦 400多 800多 好啦應該是傷害高啦 傷害超高 傷害超高 但是也只有到超高而已 而且剛剛看了一下就是那個 生命回復加2 所以我們選那個 選到滿的話是生命回復可以加10 每秒可以回10滴欸 那基本上我那個點滿的話 就不會死了吧 應該是什麼都不會死的我覺得 完全不會 稍微注意一下 手裡劍協議手裡劍 OK 然後生滿拿東西 爆擊傷害技能傷害 它沒有什麼技能傷害 我可以選回收 我這邊打開一下 來各位 這邊後面有個回收 所以說假設 我這邊假設我不要按 我按回收 蛤 剛剛發生什麼事 蛤 所以 我按回收就變成升級 它剛好跟我的升級黏在一起 我完全不懂那個回收是有什麼用意 很痛啦 400多滴 如果爆擊的話變800多滴 這個傷害很痛 欸這個傷害很痛 800多 所以也不能說它爛啦 只不過那個效果沒有這麼扯而已 39 我剛剛說的是39秒 我很像時不時拍影片的時候 都會不小心講那個時間秒數 然後 等一下也不會講什麼 我想要稍微註明一下 我在講哪一個東西 剛剛是 39秒 詩群會進化 現在詩群到等級3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詩群有多扯 好 收集鍵先給它點滿好了 喔有啦有啦有啦 加很快加很快加很快 現在是經驗值111% 所以到某個速度 我的跑速應該就會被追上了109% 好再自己注意一下 然後又SOS 好啦差不多了 我們該把坦克拿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給它玩到底吧 我記得這裡的難度會比外面還要來的噁心 東西都還沒有升滿的情況下 我覺得應該是很難扛過20分鐘 我自己有稍微玩了一下 其實它這裡扛到20分鐘其實真的滿難的 好坦克 我覺得要升滿再說 升滿然後三個階段都給它拿好拿滿 我覺得才上得去 不然的話到後面會默默默默的就被淹下 又就被淹起來了 然後一個磁鐵 我們現在拿磁鐵很香 等級可以升很快 好磁 就是無人機 好啦該 哇現在選無人機感覺有點虧 也不能說虧啦 就是跟剛剛那個牽什麼斬的 比起來 有點小不優 可是還是說其實這一招才是神 不對不對 我覺得一定是剛剛那招 這個遊戲是打怪為主 真的打怪才是重點 然後這邊又還有一個可以選 我們這邊圍 不行啊不用圍繞它 我就直接吃就對了 這不用想太多 好吃個補血藥 我們的 血液暴擊 讓我的暴擊再持續久一點點 至少在那一段時間 我可以非常的無敵 非常的兇猛 一顆瓶 好吧算了 可重選武器裝填時間 我可以揮得更快嗎 感覺它的速度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好像沒有辦法再上去 800多 所以代表說它的血量大概也是 七八千滴吧 看這個樣子還是說是一萬滴呢 到時候我的傷害給它上去 暴擊傷害給它上去 應該破千 一定是可以的 都到800了 什麼都還沒怎麼加的情況下 想走中間 想清更多的怪物 SOS 來了來了來了 不要急不要急 這樣的話我會選格林機槍嗎 解救 先把無人機選滿 然後如果等一下我們選另外一個火箭發射器 我們把火箭拿出來 順便看一下在這裡好不好用 其實我覺得應該就要選火箭 火箭的話是不是就是一個爆炸 然後怪物會飛來飛去 呃...無人機 無人機 好 無人機 無人機買了 無人機買了 小微 吃 700多位 性哥 技能傷害 嗯... 好啦好啦 可是我沒有什麼技能 每次都這樣講 無人機就是技能傷害的嘛 對不對 然後迴旋鏢也是 可是我的那個暴走協議就不是 暴擊協議 好啦 把暴擊協議也給他拉滿 我們再來升級我們的那個... 機槍 有沒有看得出來我現在選這把武器跟那個忍者的感覺差很多 跟那個上一把武器的感覺差很多 就這把就是痛 有點狙擊的感覺 但是... 雖然說狙擊也很帥 但是那不是玩FPS FPS但比較爽 玩這種遊戲就是要範圍攻擊 範圍大 攻擊不用到太高 但是攻擊段數很高 就很爽 那感覺已經有一點到全範圍攻擊的感覺了 對啊 有點到全範圍的 好像我們現在打一千多隻怪而已耶 6分鐘 王就這樣沒了 26等 暴擊最後一個 這樣就不會再出現暴擊 我們就可以專心的升級我們的現彈槍了 我們等一下就選火箭筒 火箭筒 7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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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微 吃個補血 對了我現在都沒有用生命竊取 而且升級也沒有生命竊取 除非它下面還有一層要升級 但會不會太多 可是如果有也不錯啦 生命竊取然後生命竊取量 如果沒有的話那生命竊取的東西基本上就是必拿 解救再高一點點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現彈槍給他拿出來 剩下三個寶石 等一下再過去 早晚會拿到的 技能冷卻 躲避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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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重要 如果升滿的話37% 喔那跟鬼一樣 如果有躲避又有吸血 然後我傷害又高 現彈槍 有沒有用有沒有用 然後有一隻王 這隻王好像比較脆 因為他都追在遠距 這隻王比較硬 感覺他應該就是一萬五吧 可能這個就是一萬 剛剛那個就是五千 完全就是用猜的 只是用他的體型來評估他的血量 然後雙管線彈槍 地雷晚一點再說 這好痛 殭屍會進化等級8 127 經驗值132% 我的速度是不是已經快跟不上了 我的移動速度是117耶 還是說我們的基數不一樣 基礎速度不同 所以他們其實也不一定能夠追得上我們 對啦應該是不太一樣 應該是不太一樣 沒有像之前那麼的噁心 偵測到SOS 等一下等一下 趕快趕快趕快 先把武器進化再說 技能冷卻技能傷害 技能冷卻再給他低一些些 我的技能冷卻只有那個 只有回地標而已你知道嗎 完全沒有任何的技能 選了一個魔寧娘 沒有意義的東西 不會不會不會 等一下就有了 那地雷 等我選滿了 選地雷就有了 就有了 其實這個時候我應該要選的是工程師對不對 工程師聽很多玩家說 就是玩工程師 然後把技能冷卻達到50% 可以站著不動 很像可以站著不動 等一下再看看 如果有機會選到的話 現在這裡才9分鐘嘛對不對 不要動 有了 有工程師女獵 不是不是不是 賀錦跟女獵人 那我們就選工程師吧 如果有機會的話 到時候我們再看看 工程師的冷卻50% 有多麼多麼的噁心 而且這個遊戲可以重選 所以就還好 重選的次數也可以升級 不像隔壁打打 我真的選不到 真的是選不到 對啊 而且他只有選3 欸其實打打也只有3個而已 可是你選的這個角色等於是你所有武器都選得到 所以也蠻難的 不像打打 你可以直接挑你要的 然後升級只會是那些東西這樣 好升級 呃 磁鐵 喔吸了那麼多都沒升級喔 只升一級 這等級真的有點少 好補血 那現在已經游刃有餘了 總覺得到 不知道20分會不會出死 感覺應該會 傷害還夠傷害還夠 升級看一下喔 等級9了 血量已經兩倍了 我的天啊 生命值 技能冷卻 武器填裝 暴擊率暴擊傷害 不用想的就是這個不用想的 暴擊率在這裡太重要了 我覺得 直接活生的傷害加倍 所以我覺得移動速度很像也該選 不然怪物好像有點太快 之後如果有的話 輪轉機槍還是火箭呢 火箭發射器 這個有用嗎 有用嗎 到時候再來看他DPS 反正他可以把我怪物打飛 可是這個打飛 很像也蠻影響我畫面的 明明他只會倒地 現在多了一個飛血動作 女獵人工程師 好啦 工程師工程師 我們來看看他的技能 到底可以長什麼樣子 工程師 所以我用工程師全部都選他技能 就不要選他的武器 不然的話我的CD現在是75% 可是都沒什麼用 我的武器裝填時間是40% 所以基本上他應該是一直在 你看這個火箭筒 你就知道他一直在射一直在射 而且還射三發 我還是覺得剛剛那一套比較爽 不管怎麼樣還是覺得剛剛那一套 千本斬還是什麼的 他很多我剛剛沒仔細看他的名字 11分 死了 好那我們要選什麼呢 電動砲塔 30秒一個 但是我現在CD減到75% 然後我加到50% 所以我廠商就會一直有電塔 我懂意思了 主要是那個電塔吧 讓我們的傷害可以一直都有 我們現在血量有點滿 我們先去扣一下血 我們先去扣一下血 沒有血沒有扣 扣不了 我想去吃那個 是那個是那個 偵測到SOS訊號 等一下 有了有了扣血了扣血了 補一下 OK 到時候等下來不及來吃 這樣顯示也沒有意義 好 吃 經驗值倍率護甲傷害 武器傷害加5% 我們的傷害加5% 800的5%加40滴 這樣打下去感覺快要到900 如果有機會的話 如果有機會的話 好升級 唉唷不用 對齁現在沒有 這反而沒有辦法跟你給錢 電擊槍電動砲台 持續時間加2秒 當前15秒 技能冷卻 當前是22.5秒 所以到最後我的砲塔就會 砲塔就會永久的在線上對不對 可是這個砲塔有比較強嗎 我們就是站在砲塔旁邊 如果再配合著無人機 再加上我剛剛那個武器的話 然後再加上吸血 然後護甲再高一點點 攻擊力也扯一點點 沒有啦 就全部都扯就好啦 全部都扯就不用動啦 可是現在那邊有一隻王 我想打不太到他 我們先去打他好了 好 我們的電塔還是沒有了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電塔藏住 超級速度 沒有那是我吃的 我以為想說王子也有辭罪嗎 暗黑破壞神是不是 然後雷區電動砲塔 電動砲塔再高一點點 現在持續19秒 減低19秒 所以我們的砲塔已經可以持續了 應該可以藏住 應該可以藏住了 上面有個寶箱 我們還是先去吃寶箱 看一下我CD能不能再多一點點 我的寶箱 我的那個砲塔就可以蓋更多 然後這個是無敵 無敵的話我們就不用管了 直接站著先不動 武器射速磁力範圍 武器射速 讓我的 揮刀的速度再更快 這個武器射速很像就是攻擊速度 這不是像隔壁那個 投射物速度 這個不一樣 然後現在有砲塔 我們站在砲塔旁邊 哇這個王的血量很像有點厚 而且王的血量也加倍了 現在是來到256%了 快要到3倍了 我們的砲塔可以再更高 19.5跟19 所以說 哎唷 應該有機會囉 再生成一個 所以就 最遠的是忍者的那個 然後再是無人機 然後再加上砲塔 這會不會太強 三位一體 我是不是把兩個東西 我不是在開箱我的忍者的嗎 怎麼變成 怎麼變成 好沒關係沒關係 來我們繼續 14分 而且王也14等了 然後 還可以再更多 所以場上的砲塔 等一下我在玩塔房啊 吃 好別動 我們站在這裡就好 而且怪物只會往一個方向過來 然後我又吃這個 只是我少一個遠距離攻擊 所以我這個時候我覺得我應該選機槍 我不應該選這個 然後我們現在連這個都可以全部處理掉 然後我們選什麼呢 啊我的這個都沒選 結果我的火箭筒都忘記選了 都選了火箭筒完全忘記 都曾經在我的砲塔裡面 武器填充時間加百分之百 原本是40% 現在是來到90%了 將近一倍了 所以代表說我們縮短時間了 應該是縮短一倍吧 感覺他這樣講 好我們現在兩個砲塔 然後這個王會亂衝 他明明已經決定要衝那邊了 卻又稍微位移了一下 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不對吧 14分 欸我覺得再打下去 未來可以直接用這個角色玩 你知道嗎 我們就直接玩無盡就好 我就沒必要再玩那個 沒必要再玩一般的 好 試一下 電行每隔20秒 可是這個20秒是不是會 也會跟著CD去往下剪 如果會跟著CD去往下剪的話 這個電行也是一個範圍攻擊 喔所以其實 他都是也蠻香的嘛 好不好 現在整隻紅色 沒有紅色那真的太爛了 然後下面有個寶箱 喔寶箱都生成有夠遠的 能不能生成近一點 電擊槍 電行 當前15秒電一次 所以我可以撿更多 有沒有辦法CD再扣一些 現在獎死已經16等了 武器射速金錢倍率 那就是武器射速啦 移動速度 稍微強化一點點 這有用嗎 我剛剛看到920滴了 902滴 然後又有寶箱了 現在寶箱太重要了 真的不撿寶箱不行 好 技能冷卻武器裝填 好再給他上上去 減5 欸他的武器 我剛剛怎麼是40% 所以他是用負的 我想說他怎麼用加的 所以其實我武器裝填時間沒有減很多 反而是我的冷卻減很多 減到70%了 這減得到50%嗎 好 那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這就是我們的堡壘 喔靠 怎麼那麼突然 終究 不行 我還想說這是我的堡壘而已 好啦有點可惜 還不夠多 還不夠多 我們的幽靈 最後的這個武器 哇真的很低 800多 可是還是很高啊 剛剛是1000多啊 所以我還是覺得那個比較好 真的不用想了 這個幽靈這個東西 除非到第三階了 第三階的話我們再開箱看看 那我們的坦克呢 其實我還是覺得 格林機槍比較好 這火箭筒 真的有點差 差有點多 工程師的話 還不是很懂 但是感覺如果我把CD拉到滿 再加上這個電動砲塔 感覺很像會很香 應該是這樣子吧 不然的話就是我要再體驗一下 工程師我也還沒有升到太高 對啊 而且我這裡還卡不了太多 然後這個我剛剛不是已經解鎖了嗎 還是這是更遠的地方 好啦11等 那我們這次能夠升級什麼東西咧 喔這個要升滿 感覺真的要花超多超多時間耶 這個是每秒加4D 其實我蠻想選到這個 那 可是這個也都還不錯 好啦就選吧 提高射數吧 就是攻擊力嘛對不對 射數然後攻擊力填滿 然後這個武器裝填填滿 然後我們這個三個攻擊力都有了 接下來的話應該就是這個 然後防禦 然後技能CD 磁鐵 跑速 我應該會先把這兩邊點滿 我可能會自己私下偷玩一下 每次開播 每次玩的時候 可能都會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玩到哪個地方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這就是咱們幽靈的玩法 我們還有6000多隻才可以耶 我的天啊 這還要打多久我的天 然後呢我們的要3180 這次我都還沒解 然後呢是我們的坦克 3111隻 我們的工程師 我有稍微解了一下 但是還有1萬多隻才可以解最新的東西 還是要解到第三階 才是真正的50% 他冷卻要用的那個 然後我們的女獵人也還沒有解 可是那是誘導炸彈 我們也看過了 1萬8千多隻 好啦我再看情況 看有沒有要開播來解這些成就 然後我們的醫療兵 還剩下59個 快要解了快要解了 而且他的顏色不一樣耶 沒有很像跟顏色沒有關係 只是玩遊戲玩久 會覺得紫色很像就特別厲害這樣子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到這裡啦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如果有什麼想看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如果有什麼想跟我說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或者說有什麼流派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們到時候再來體驗一次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21 掰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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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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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